南灣社號聲明警員涉嫌家暴被起訴 她被控襲擊和非法禁冠女友 以及在家裡開警槍 她的女友現在正在華人 朱維琪報導 根據Sanacara原地檢處說 31歲居住在Morgan Hill的警員Timothy Hackley 涉及多宗暴力事件 包括強行推女朋友去睡房 不准她離開 並且曾用武力封住她的口臂 不准她尖叫 也曾搶走她的手機 不准她打電話報警 在另一種事件中 Hackley被指在家裡的睡房向天花板開警槍 當時有一個幼童在房間裡 受害人跑到睡房看的時候 Hackley被指對她多次說她射失了 警方調查說發現天花板的確有彈孔 Sanacara原地檢處說 這些暴力事故在一年多之前開始發生 延續到今年 去年一次外遊 受害人威脅要報警的時候 Hackley被指搶走她的手機 受害人離開車廂 跑到附近一間餐廳報警 但她在同接線生的對話之前 已經將電話收線 但警方有這個通訊記錄 Hackley被控當項重罪和輕罪 星期二出席過堂聆訊 莫法官准許有條件之下獲釋聆訊 如果被判處罪名成立 可以判處監禁 視網警員正面臨禁制令和行政優格 醫生台記者 周維琪報導